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08集 在遇故人 李木婉秀眉紧锁 沉吟少许 作道 你的极精神识每次使用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原因之气 如此一来 根本就不是长久之计 他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亡灵一眼 目中露出一丝坚定之色 作道 我想留在云天宗 只有在这里 才可以有充足的炼丹材料 以及炼丹之地 如果能炼制出六瓶以上领丹 对于你的现状 会有极大的帮助 王林沉默 看了李木婉一眼 缓缓说道 你确定 李木婉认真地点了点头 炎然一笑 说道 你把那些原因后期的回血给我 就不用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了 没有关系的 婉儿在云天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有些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 我要把这云天宗变成专门为你一人的炼丹之宗 王林望着李木婉 眉头一皱 作道 若是四级修真国来此 你又该如何 李木婉轻蔑的一笑 作道 那些四级修真国不会去管云天宗归谁所有 只要按时交纳灵丹 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王林 你放心就是 我自己可以处理 王林深吸一口气 他本就不是脱泥带水泼妈之人 此时既然李木婉心意已决 他便不再劝说 而是沉吟少许后 一点眉心 顿时第二魔头从额头飞出 恭敬地望向王林 眼中露出崇敬之色 王林目光一闪 沉声道 从此之后 你要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李木婉身边 你可记住 第二魔头扫了李木婉一眼 点了点头 随后化作一道黑光 落在李木婉眉心上 消失不见 李木婉一睁啊 立刻想到王林之前所言中的魔头 不由得大为好奇 心念一动间 第二魔头立刻从他眉心飞出 李木婉望着这只小兽形态的魔头啊 颇为喜爱 沉吟少许 王林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右手一翻 把他现在最为强大的法宝进翻递给了李木婉 说道 此法宝若你用好 即便遇到化神器修饰 也可稍微自保 若是有危险 以我与魔头之间的感应 会立刻得知 但是 到时我定会以最快速度赶回 李木婉望着王林 他没有拒绝 而是乖巧地接过进翻 珍重地放在了储物袋中 做完这些 王林神石一扫 立刻在整个云天山脉横行一圈 找到了宋青等人与四个元英后期始祖后 传下神念 让所有人来此地 没过多久 整个云天宗所有元英修饰 全部一一来此 他们的魂血 有的直接给了王林 其他的那些 则是在王林闭关之时被李木婉收取 此时可以说 整个云天宗已经完全掌握在了王林手中 只需要一个念头 便会让他们即刻生亡 挡着这些人的面 王林把魂血取出 交给了李木婉 四个元英后期始祖 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看了李木婉一眼后 便不再言语 至于宋青等人呢 却是暗中松了口气 与王林相比 他们更能接受李木婉 毕竟李木婉本就是云天宗长老 李木婉接过魂血后 对着云天宗众人微微欠身 燕然道 小女子代替父君管理云天宗 还望各位前辈照顾一二 四位始祖前辈 你们身份高贵 这魂血知识不用放在心上 五百年一到 婉儿定然奉还 这五百年 还望四位前辈不要介意 另外 婉儿可以炼制一种增加寿元的丹药 作为歉意 婉儿将对四位前辈无偿奉送 只不过 这丹药炼制困难 而且材料很难寻找 所以 每五十年 婉儿将会给你们美人一粒 服下后 可多出五十年寿元 增加寿元 先锋老者神色一动 沉声问道 另外三人呢 也均都是为之侧目 要知道 对于他们来说 寿元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增加寿元的丹药 在修真界不是没有 只不过呀 最少都是六品灵丹 而且换取的话 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 我这里就有五粒 四位前辈可以看一看 李慕婉嫣然一笑 拿出一个小瓶 倒出丹药 递了过去 先锋老者看了一眼后 与身边另外两人 纷纷把目光投向云天子 云天子凝神看了少许 为之动容 抬头望着李慕婉 沉声说道 此丹 是你炼制 李慕婉微微一笑 说道 此丹是我炼制 但材料却是夫君提供 实际上 这寿元丹就是以灵液炼制而成 云天子目光望向王林 沉默片刻 叹道 罢了 你把我等婚血交给李长老 想必是要离开此地 你且放心就是 若能按时给我等此丹 五百年内 我保他平安 王林点了点头 说道 如此甚好 李慕婉美目一转 落在宋卿与刘斐身上 笑道 欧阳子师兄为何没来 宋卿描了王林一眼 连忙说道 哦 他正要炼制丹药 不过欧阳子师兄传来一句话 若是你能把云天宗所有无品灵丹都给他用来做祭品 那么婚血交给你又何妨 这是他的原话 李慕婉清笑 说道 欧阳子师兄是除小女子外 林天宗的无品灵丹大师 他的要求 婉儿自当同意 不就是无品灵丹吗 拿去就是 说完呢 李慕婉看了王林一眼 解释道 云天宗三位无品丹师 除了婉儿与欧阳子之外 最后一人则是云天子前辈 王林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而是静看李慕婉处理这些事情 以李慕婉这些年对云天宗的了解 针对所有的原因修饰 都一一安抚 他人本就极美 语气更是温和 一一诉说之下 再加上灵药赠送 渐渐的 那些交出魂血之人心底的怨气也少了一些 当然了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魂血在别人手中 难道还能始终作对不成 现在既然李慕婉给了台阶下 也就没人再偏执到底 毕竟呢 王林阴冷的目光 时而在这些人身上扫过 时间不长 众人纷纷散开 待所有人都离开后啊 王林深吸口气 沉声说道 坐下 普娜 你当年受缘有损 造成体内结阴无望 我祝你一臂之礼 李慕婉抿着下唇 点了点头 潘息坐在王林身前 王林右手一拍储戴 顿时啊 其内仅剩的六瓶灵液 全部飞出 被他一挥间玉瓶碎裂 其内灵液相互凝结在一起 王林右手一抓 灵液立刻从李慕婉的天灵内落下 慢慢溶进他的体内 他目光一闪 迅速以这些灵液滋补李慕婉全身 以其原因其修为 把李慕婉多年前亏损的身子 一点点补充起来 这也就是王林 除了他之外 没有任何人会拥有如此多的灵液 更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东西 用在帮助别人补充身体上 两个时辰后 王林收工了 在云天宗又居住了数月 王林借此机会每日采集天逆灵液 补充所需的同时 也给李慕婉留下一节 除此之外 陈百良的紫墨虫也被王林一一收去 放在了一个特制的储物袋内 已被日后所需 另外 由于晋方给了李慕婉 所以王林利用这数月的时间 以一块墨尖石再次制作起来 这一次 他选择的是单一进宫属性的进番 只不过单一属性的进番 制作起来颇为缓慢 往往一个进制 需要思考很久之后 才会印在齐番之上 数月之后 进番将成之日 王林顾忌到会引下天结 于是犹豫了少许 并为印下最后一道进制 如此一来 这进番的威力自然无法发挥到最大 只不过由于此番是单一属性 所以 尽管没有小城 但其威力抵制王林之前的杂品小城进番 也只是稍弱一些罢了 这一日清晨 王林踏着威风 拿着李木碗整理的云天宗藏丹阁后给他的担药 离开了云天宗 在大殿之底 站着一个女子 她目光露出柔情 一直望着王林的身影渐渐远去 她不知道下次相见将是何年何月 实际上李木碗原本是打算与王林一起离开的 只不过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 知道自己在王林身边很容易成为雷准 莫不如留在云天宗为其炼丹 这样一来在对方的心中 自己的地位 智慧越来越高 王林一路飞行 速度极快 仿若奔雷一般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当初来楚国时的那个古传颂镇处 此地当年他离开时曾布下禁止掩饰 此时仔细查看一番 确定并无异常后 王林双手结印 迅速打出一道禁止 顿时他身前景象一花 如同是石块落入湖水中一般 出现层层涟漪 很快便露出了旗内的古传颂镇 王林身子一闪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已然站在传颂镇内 他一拍楚戴 从里面拿出几块材料 放在传颂镇上 把当年拆掉的部分 重新衔接而上 紧接着他抬头遥望了一眼云天踪 目光露出坚定之色 拿出灵形极品灵石 深吸口气 缓缓地放在了阵法之中 顿时阵法默然移动 一道道光环从阵内闪烁而出 那极品灵石迅速地散发灵力 最终啪的一声碎裂成灰 与此同时啊 王林的身影在那光环之中瞬间模糊 眨眼间便消失无影 许久之后 阵法慢慢回归平静 修摩内海 一处盲簧之地 这里秒无人烟 在地面上有一处坍塌之地 此时啊 从地底漠然传出一阵闷响 紧接着 坍塌的石块 背骨大力推动 轰然间四下散开 阵阵尘土中 王林目光冰冷地走了出来 他望着眼前这片熟悉的大地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身子飘起 荡在半空 略一停断后 便向着东方急驰而去 王林的目标啊 是寻找捕传送阵 以及朱雀星的地图 在楚国时啊 他在云天宗搜集了不少 但却始终没有看到赵国所在 分析之后 王林猜测 赵国所在很有可能 在修摩海的另一边 正飞行间啊 王林神色一动 嘴角露出似笑非笑之色 他已然可以与化神器修饰 媲美的庞大神石 在横扫间呢 发现了一个故人 修摩海内 自出现天节 其雾气便消失得一干二净 数年的连降黑雨 使得整个修摩海 全部暴露在蓝天之下 以往神秘的面纱 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百九十九座主城 以及庞大的荒原内外 聚集了无数朱雀星上 穷凶极恶之人 这些人中啊 均都是被各自国家通缉 最终来到修摩海避难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